十一 《文匯報》 五個始終堅持表明 中央對港政策不會變 2015年7月22日《重要新聞》 A06 社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光 昨日會見香港中華總商會訪經團時強調 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明確的 也是堅定不宜的 政改方案遭反對派捆綁否決後 張德光首次對香港事務公開發表講話 明確算是中央對港政策不變 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各方面發展 給港人派下定心軟 港人應對未來充滿信心 應神聚力求發展 同舟共濟促和諧 支持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把握機遇 應對及戰勝挑戰 令東方之珠更加取撐奪目 在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架下制定的政改方案 被反對派議員捆綁否決 香港民主發展遭受重大挫折 本港一些人是擔心中央對港政策會改變 張德光澤地有聲地表示 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明確的 也是堅定不宜的 中央將始終堅持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 始終堅持按香港基本法辦事 始終堅持依法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民主發展 始終堅持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張德光所強調的五個始終堅持 向港人傳遞明確信息 中央對港政策沒有改變 也不會改變 回歸以來 對於中央全力挺港的決心和行動 港人有目共睹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風雨 中央始終是香港的最堅強後盾 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是明確及堅定不宜 事實亦證明是成功的 是香港回歸以來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既如此 為什麼要變 張德光指出 當前 香港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並存 希望香港中華總商會繼續弘揚愛國愛港光榮傳統 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團結社會各界人士 認神聚力貿發展 同州共濟促和諧 普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 的確 周邊的競爭日益激烈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地位和影響歷史又自身的經濟策力來決定的 值得注意的事 政改過後 本港仍有人企圖延續政爭不休的局面 衝擊香港的泛榮穩定 張德光的港華 正好提醒港人要居安施危 後政改時期 香港各界更要堅持愛國愛港傳統 堅定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拼氣政爭 排除干擾 集中精力專注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發揮香港在金融、航運、貿易及人才的固有優勢 握緊國家落實一帶一路及下投降戰略帶來的新機遇 抓準香港定位 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爭取新突破 不斷提升香港競爭力 為港人尤其是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發展機會和生活環境 相關新聞刊 A 二版